好 繼續來看到花蓮市復興市場周邊 在過去因為受污水以及民生用水管線頻繁開挖 導致路面是凹凸不平 花蓮市公所為了提升市區的用路品質 那麼在今年特別是加強項區道路的改善工程 花蓮市公所為了提升市區的用路品質 在今年特別加強項區道路改善工程 30號上午在公正街與復興街執行跑步作業 而市長威家賢及建設課長徐國成 也在民生里長吳明從的陪同之下 道場關切正在私作的工程現況 工程街這條和蝴蝴蝶街已經十幾年沒破了 因為污水下水道跟我們水的自來水 所以說最近只有到現在路面有不少的壞 所以說感謝市長有注意到這項 就是可以讓我們這些租貨、這些店家 路面比較平 現在頂貨、貨物比較好的 可以讓我們市民這裡可以放心 走路買菜來市長可以改善 我們在復興市場內 我們要謝謝衛家議員跟我們五名從里長 在這段時間的一個提議 然後還有一個挹注 在我們這一個復興街跟三明街 在復興市場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道路 再次要謝謝我們大力協助的幾個好朋友 我們也希望未來在道路的部分 我們會逐一的來檢視它的道路安全 那也要等待相關的管線工程試做完畢之後 我們也會重新來做相關的鋪設 為了避免道路修復後又再度被開挖 衛市長表示 每條道路在施工前都會先與管線單位溝通 非必要時不得開挖 並且配合調整既有的人孔、水閥、河下地 或與路面平期 讓道路可以更為平順 而公所未來也會針對需要改善的路面做相關修散 提供用路人安全又優質的交通環境 記者許立晴華聯市報導